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跟电学里面是有相对应的关系 那这两个postulate对应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词的高斯定理 那第二个部分所对应的呢 是我们的安培定理 那在这里面必须要再特别的强调一下 上面这一个部分的话呢 是对一个surface 那是一个closing surface在做积分 那这个呢是对一个closing loop 对一个loop在做积分的部分 这是这两个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了 v.ds这个部分 其实已经很清楚 就是我们对于flux的定义 就是magnetic for flux ok 那这个flux的部分的话呢 相对于一个closing surface 换句话说 我这个surface如果是一个closed 是一个closing surface的部分的话呢 那通过这个magnetic for flux 通过这个closing surface的magnetic for flux 我把它直接 它是等于零 ok 这是第一个 那也是我们所对应指的 就是我们的高时定理 那这个高时定理呢 是完全是对词的 对进词来讲的 而且我们把它在free space里面 它的这个结果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 v.dl的部分 这是一个在close loop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随便的一个loop 这是一个closing loop 那closing loop 你去积分的时候 你整个的积分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个磁场 在这个loop上面的投影 你就会把这个loop上面的投影 这是dl 然后把它全部加起来的时候 是跟这里面 有多少的电流 是相关的 这个i 你必须要把它muling i 这i 就是summation的i 那在这里面的话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常常把电流的大小 因为它有 这个对这个loop来讲 有正有护的话 我们会用右手 我们把loop的方向 ok 把loop的方向 把它用四只手指头 把它握起来 那你要遵守的是 右手定着 你要遵守右手定着 那我想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我们平常 你们在大义的普通物理 跟你的高中的这个物理的话 也常常会已经学过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 无穷藏的导线 那这个导线的话呢 我说它的call session v 换句话说 在这个导线上面 全部流过的 这个电流呢 我如果用i来表示 好 那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的话 我们现在我们来看 你现在 我想要了解的就是 对这个电流 我们说 我们是 朝外在流动的话 那内部的 磁场是多少 然后外部的磁场是多少 这是我们常常用来 用安培定理来计算的一个 例子 那 以这个问题来讲 因为你是一个close session呢 这close session是一个原型的 一个close session 所以 我们在使用安培定理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的方便使用它 因为为什么 既然你是一个原型的close session的话 代表的意思就是 我这个磁场呢 也是一个跟 翻角没有关系的 换句话 不应该讲跟翻角没有关系 就是它是一个球 圆柱形对称的 换句话说 我如果做一个close loop 跟这个轴心 是这个 导体的轴心 是同一个轴心 无论是这个close loop 是C1 C2 OK 你可以看到 C1上各点的磁场 跟C2上各点的磁场 那 C1上各点的磁场 应该都是一样 C2上各点的磁场 也应该都会一样 这是因为 你这个close session 是一个 原的情况 当然 有同学会问说 如果我的close loop 我是这样子做呢 我说我的 close loop 如果是这样子做 你也可以 但是对你没好处 为什么我说没好处 因为 你不能保证 在这个loop上面 各点的磁场 都一样 它的角色是不对等的 所以 我们做的磁场 基本上面是希望 跟我的导体 是同轴心的情况 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 底下的时候 我就会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 当你的半径 小于v的时候 那我安培定 你告诉我的是 v.dl 那换句话说 你的dl是什么 dl 我说 dl的方向 就是phi的方向 所以我们把dl 它是phi的方向 放进来 过着我们看到 v.dl 那我们看到的 v.dl 的部分的话 你看到 v 跟 phi. 换句话讲 在这时候 你怎么算 你也只不过 算出 v v可能是什么 v可能是 周方向 加 v.phi方向 加 v.g方向 如果用圆柱做标系 但是 一旦你dataphi以后 这一项的结果 就是只有 v.phi dl ok 就是 你不知道 vz跟 v周的 你在这里面 你只能知道 你的v.phi的部分 换句话说 这个有什么好处 我已经告诉 你在这个loop上面 C1 的loop上面的话 那v.phi是constant 因为 在这上面 各点的 时长是 定值 所以你可以把它 提出来 外面 v.phi 然后 dl 所以 我们知道 它是等于 v.phi dl 乘一圈 是 2.phi 所以 在这里 就是 我们在 做这个安培定理的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你看到 muling i total的部分 那i total的部分 是等于多少呢 muling i total是 这里面所包含的电流 那这里面包含多少电流 total的电流 是i 我把 close section pi v平方 在层上 pi r平方 就是这里面包含的电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muling i v平方 r平方 那 我们马上 我们看到 我们的v.phi 是等于 2pi r分之1 muling i v平方 r平方 那 我们看 这个结果 2pi v平方 r 是我们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 实际上 你有没有把所有的磁场算出来 没有 你只算了这个component的磁场而已 这两个磁场是等于多少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告诉你说 这个磁场是多少 这个磁场是多少 没有告诉你 v.ro跟v.g的component是多少 只告诉你的 v.phi的大小而已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同样的情况 安培定理 r大V的情况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面 在v.dl 你对c2 在做close loop的时候 跟上面是一样的 因为在c2上面的个点 它c2上面的个点 v.phi是constant 所以你把它提到外面来 那它是等于2πr ok 但是 μ0i呢 total的部分呢 就是等于μ0total的i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在 安培定理的整个μ0i的部分 我们的v.phi就等于2πrμ0i 这是第一个部分 这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题目 好 那第二种情况 也是你常常会碰到的 这是第一种的 第一个类 在实验室里面 你也常常会碰到说 我要做一个磁场 那怎么做呢 我就把它做成一个手镯形 然后呢 你把你的导线呢 缠绕在这上面 那你缠绕在这上面的时候呢 你现在你看到了 这个缠绕在这上面的导线 一路上缠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得得得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导线 一路上 这边我们不画了 那我们会发现说 你当你这个电流 把它这个通电流以后 那在这中间的部分 就形成了一个磁场 那这个磁场 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常常用来做实验用的磁场 那这磁场有一个特征 这磁场的特征是什么呢 在这里面的磁场 是跟你的半征R相关的 是半征R 这是A 这是B OK 那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对这样子的一个磁场的部分 对我还有一个 我们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把V 我们叫做磁场的部分 其实它还有一个名词 B的部分 因为你这个是叫做Flox OK Magnetic Flux 所以B呢 也常常叫做Magnetic Flux Density 因为它是它的密度 出来就是单位面积里面的 这个磁场的 Flox的大小 那你同样的 这个是 我们希望知道 你的磁场的大小部分 那 在这个问题里面 一样的 我如果用安培回路定理 我在这内部 做一个回路 那这个Cose Loop C 那这个C的话 在这里我没画得很好 它的半径呢 的轴心 半径的延心 刚好就是那个 那个手镯的那个正的中心的部分 那你看到了 我们把我们的V.DL的部分 我们看 为什么我们要取这样子的C 这个Cose Loop 同样的部分 我说我对这个Cose Loop的磁场 还是一样的 我可以把它当成是 延柱坐标 系统 Phi的部分 再加上VG的部分 那你现在 你这个Loop DL 只是Phi方向而已 所以你怎么算 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 你算出来的结果是 只有这个Component 在安培回路定理里面 你算得到了 你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V.Phi 在这个Loop是一个Constant 那把它提到外面来 OK 所以我们看到 V.Phi 乘2Phi 那这里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唯一的不同的地方是 我们的Mu0i Total 那Mu0iTotal是什么 就是这个Loop里面 所包围的电流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如果的Loop 是这样子的一个Loop的话 这DL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电流是这样子流过去 OK 所以你看到对这个Loop来讲的话 有多少个电流是往内的 我说假设它有N扎导线 每一扎导线都是I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Total是多少 N乘上 负I 因为你的 你的右手电子告诉你 这个方向是正的 但是你现在你的电流是什么 电流是这样子流进去 所以它是负的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知道的Vphi乘上2πr 就等于Mu0n负I Vphi的部分 就是等于2πmu Mu0r分之Ni 所以负号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磁场应该是什么样的磁场 磁场的方向应该是这个方向 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在这个例子跟这个例子 你实际上用安培定理 只能求出这个component 我们不知道Bphi跟Bphi的component是多少 这是在这两个问题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例子 那同样的 同样的这个是一个圆 就是一个镯子形状 那在实验室里面 另外一个常常用来做磁场的 产生的中置是另外一种 螺旋旋管 在这上面缠绕 然后导卸 然后 OK 那可以接上 电流I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磁场 那这个磁场跟这边的磁场 唯一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这个磁场啊 我们看到的是 会是一个均匀的磁场 那这个均匀的磁场 当然是在一个条件底下 就是我们这个导线是非常的密 而且呢 我们忽略了它的边端效应 我们把它的边端效应都忽略掉以后 那我们看到的是 假设你要用安培定理做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导线如果很长 那我把 我的回路这样子做 那我回路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我们说 这是我的loop C OK 那长度呢 L 所以我对 经过这个loop上面的 首先有一件事情是在这个地方 我的磁场VR 我一样的 在这里面有一个 如果我把我的loop往 这个固定 我把它 把这个loop的这个中心轴呢 放到中间的部分好了 你现在先把它这样子 中心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啊 这这样的一个效果底下的话 那你现在你看 一件有趣的事 我把这个loop拉到很长 就像 我底下刷的这样子 你忽略了边端效应哦 上面跟下面有什么不同 我如果这个是C1 这是C4 有什么不同 对这个loop来讲的话 这电流 进去了 如果它还是L的话 那这边进去的电流 应该一样多 对不对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对不对 但是 在这个loop里面的话 和在这个loop上面的话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假设B.DL 都是等于μ0i total啊 这左边 右边是都一样的 那左边呢 左边的话 这边都一样啊 唯一的不同是 这个跟这个 位置不一样 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如果外面有磁场的时候 这个的磁场 跟这个磁场 DOTDL 就会不同了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你现在 我可以这样子 把它 我说 它这个C 1 1 2 3 4 1 2 3 4 你可以分成 1到2 2到3 3到4 然后4到1 你会看到的一个 你会看到的一个 这一项是一样的 然后 对不起 4到1 是一样的 然后 1到2 跟3到4的部分 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大差别 为什么 假设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说这根导线 是这样缠绕的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 对这根导线来讲的话 它的磁场是 5方向 对不对 对这根导线来讲 它磁场是 5方 是这样子的方向 对不对 OK 那 你 你现在 你的DL是 这个方向 所以 你现在 你看到的 导线的 磁场 跟你DL的方向 刚好是什么 垂直 磁场是这个方向 你DL是 这个方向 第二是朝外 有没有问题 搞清楚方向 每一根 每一根导线 它都是这样子的磁场 OK 但是你在积分的时候 是它往外积 所以 1到2 跟3到4 基本上 它是零的 有没有问题 嗯 就是 你的磁场的方向 跟DL的方向 是垂直的 OK 好 那你现在只剩下 这一个TEN 这个TEN的部分的话 对C1的LOOP是2到3 对C2的LOOP是2到3 它只有两种可能 在这里 在这里 DL都是一样的 的方向 那V.DL 要嘛有直 要嘛就没直 那如果你有直的话 你这个有直的话 这边是V.DL有直的话 那你的磁场 就有磁场的存在 对不对 你有磁场的存在的时候 那V.DL 也合理 但是这边 要跟 它的值一模一样 因为这一项都一样啊 无论是你的C1 的LOOP跟C2 V.DL都要一样的值 那代表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有磁场 我磁场在 DL以后都一样大小 那 这边的磁场都一样大小 无论多少都一样大小 整个空间呢 我可以再把它拉大一点 一样的大小啊 那会什么样 这么大的一个磁场的部分 你知道磁力线是什么 磁力线是Close Loop 对不对 所以 到最后是什么 这些磁场 如果每一个都磁场一样 你所有的磁力线 是不是要灌到里面来 然后再出去 你这么大的空间 通通灌磁力线灌到里面来 这里面的磁场 就要变得无穷大了 OK 所以 不可能 让你有职 它唯一的选择就是 它是零 这个零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 在外面的磁场 根本没有这个什么 方向的 B 根本没有这个 没有在这方向的磁场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 这个方向 如果我们把它定乘自 Z轴方向的话 那也就表示说 B Z OK Outside 它是等于0 这没问题吧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知道了 V V 到 DL 实际上只剩下 4到1 这个词 那从4到1的话 DL 是Z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VZ L 4到1 也就等于VZ 是一个Constant 因为没有边端效应 把它提到 G分号外面来 那到4到1就跌 就变成VZ 乘上L 那VZ乘上L 就等于Mu0iTotal ITotal是等于多少 这里面的导线 有多少渣呢 我说有N渣好了 那换句话说 VZ 就等于Mu0i L分之N 单位 长度的渣数 就是等于Mu0iN N的话 就是导线的密度 OK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到了 我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 里面的磁场 是一个均匀的磁场 它并没有跟 这个位置 而改变 它是一个 均匀的磁场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常常用 螺旋渲管 来做实验的部分 而实验呢 为了避免 这个边端效应的部分呢 我们就取 这个螺旋渲管 即使是有线长 我们取这一小段 最中央的部分 它就是Mu0iN 的磁场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 这三种 我们常常用的一个磁场部分 好的 我们刚刚 同学问了一些 很好的问题 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有必要再把它 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螺旋渲管的话 如果放大 换句话说 在这个地方是 每一根 导线呢 我们是把它放成是进去的 在这个截面上面 它刚好是进去的 那进去的导线的部分的话 对这一根导线来讲 对这根导线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有一个磁场 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OK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磁场画起来的话 它是进去了 那磁场 有没有问题 那其他的也一样 那现在你注意看 对 这个位置的 来讲的话 下面这个导线 给的方向是朝这里 然后 上面这个导线呢 给的 就在这个地方好了 在这里 这一点 这一点的话 下面这个导线给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而上面这个导线给它的是这个方向 有没有问题 大小会差一些些 但是方向却是什么 相反的 所以你会看到的 到最后在这个点上面的话 几乎这个方向的场 已经是什么 几乎已经 没有了 那 男儿你看到边边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边边 在这里的方向的 它还是这个 附近的方向 这也是附近 每一个都是给附近 所以 你会看到在这个区域啊 到final的结果 它会有一个 附近的场 在这个接近 这个导线的位置 它远离的时候 远离这个导线的时候 这个附近的场呢 已经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 如果 我们不把这个 二到三的积分 放在非常近的地方的时候 基本上面 你这个积分是 这个地方的 b.dl的积分呢 我们几乎是把它忽略掉 apposimation等于0 在这个 二到三的位置上是 非常远离我们 这个中心轴的时候 那 你为什么会说 它很小呢 再回归到这里来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说我们的b.phi啊 实际上是跟 半径R乘反比 也就是说 我刚刚在画这个场的时候 是跟这个 这根导线的半径R乘反比 所以当你很远离的时候 你的这个场的大小 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 所以是不是真的外面 全部没有磁场呢 我说不尽然 如果外面全部没磁场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外面全部没磁场 你只有这边有磁通量 然后完了以后呢 磁通量跑哪去 跑掉了 没有了 如果外面完全没磁场 外面还是有一些磁场 只不过 外面的磁场 v.ds 这个磁通量 那个大的ds 非常非常的大 v.ds的部分的磁通密度呢 的结果 跟你v.ds是一模一样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 你会看到说 你这整个 这个 这个 螺旋旋管呢 是 这里面的磁场 几乎是均匀的 它越长的时候 这里的均匀度就越好 然后到了这边 边端消运的时候 这个其实 这个边端消运的场呢 就会跟这边的 连贯在一起 就 过来 这样了解吗 好 用安培定理 你已经会计算 某些 比较 special case的 这个磁场的部分了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磁场 你通通会算 就像我们刚刚在这个例子 我只算了 by方向 ro跟z的方向 我并没有去证明 它说 它是等于0 那如何去得到一个 gen of the form 去把 这个磁场算出来呢 这是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工作 OK 那我们要计算磁场之前的话 我们会先引进来一个 叫做betal potential的概念 那 因为我们现在 所谓的betal potential呢 是在词里面 所以 它是betal magnetic 的potential 那我们看到 基本上这个概念 是这样子来的 我说 从高斯定理告诉我说 b dot graded 那个 diversion的b是等于0 那diversion的b是等于0的时候的话呢 在 数学上面 我就直接可以把br 写成任何一个batter 然后它的close 就是因为 你把 一个batter close以后 在diversion 它一定很等于0 这是数学 那 也因为这个关系 因为这个数学的关系 我们这样做以后 我们就把 这一个AR 在物理上面 我们就叫做 betal potential 那当然 在这个条件底下的话 如果你去看你的 那个 单位的话呢 A的单位 在si unit里面 那它就是 米分支尾薄 这是我们常用的单位 那为什么 在这里面 我们要引进来A呢 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刚刚我们已经告诉你 刻b 是等于μ0 z ok 那b呢 是刻a 就等于μ0 z 那我们去把它展开来 这个展开等于多少 a crossb crossc 就等于a a dot c the gradient 减掉 a dot b 那就等于μ0 z 那你也许 你看到这个关系式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这是我们熟悉的laplus 假设 你把电的部分拿出来 参考一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在电学里面 laplusb 是等于负的一凶零分之周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跟这个 我说 如果 我为了 简单的起见 我为了要把这个东西是 更加简单化 我就 考量什么 考量 在这个条件底下 我就 可以把 laplusa 就写成 负的 μ0z 换句话说 这个看起来 就有一点 类似我在电学里面所学的 ok 那 你考量这个条件的话 在物理上面 我叫它什么 叫它 这个叫做 cooling gauge 在物理上面的话 这是第一个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你的考量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考量了 叫做 lauern's gauge lauern's gauge lauern's gauge 告诉你的 就是 这个 啊 divergent的 a 加上 new issue rong a rong vrong t 它是等于0 好 那 这是第二种考量 的情况 那我们 你如果是这种考量 你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divergent a的位置 就把它放成 这个位置 这个rong vrong t的部分 那是另外一种考量 因为我们跟那个 wave equation 这个连贯起来 那我们现在先 先不要管 第二种 第一种 你在lauern's 在 cooling gauge的部分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 你的lauern's a 是等于 负的 μ0 j 我们就把它叫做 beta的 passing question 那 我们可以把它 写成什么样子呢 写成 各个分量 OK 那 你又写成各个分量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一旦你这样写以后 每个分量 就跟这个 是一样的了 那 一样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好处 我才会这样写 我们现在我们看 当时 你在写成 who的 1.0分之 zo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的potential 怎么写 我说我的potential 是等于 4.0分之 1.0分之 然后我的 这个charge 的distribution 然后我的r 然后dv' 就是 你非常简单的 这个是r' 对整个 volent的积分 就是你的potential 我把这个 那这里的r呢 实际上 就是r-r' ok 对不对 这是你已经学过的 那你既然学过这个 你看到这里 类似的 我是不是就直接把 我的betal potential 跟他那边一样 a x 是等于 4pi 现在是muling 然后 这个charge的分布 这里是current的分布 ok 然后对整个体积积分 一样的 r是等于 r-rpland 他也没有问题 这是x方向 y方向一样 d方向一样 你就可以把你的 betal potential 大概的 知道说 其实他对应的电学里面 就是我们的 scalive potential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 在讲磁学的时候 一直要去寻找电学里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好 那你现在你已经知道 这个结果以后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要进一步 我说我把它整理起来以后 我知道我的ar 就等于4pi muling r-rpland 这应该没问题吧 我只不够把三个方向把它整理起来 对不对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了 没问题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我说a知道以后 我的potential 我的b要怎么求 就是我刚刚刚在这个黑板 刚插掉的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说 diversion的v是等于0 所以v一定是某一个vect的 这就是 这就是 你知道 scalive potential的时候 你可以求你的电厂是负的gradient view 你知道你的betal potential以后 你可以去求你的这个磁场 那就是 克 一个一个对应下来的 好 那你像 那我就要去算呢 那实际上是怎么算 那就是去把它 克一下 应该没问题吧 到这个地方 到这里应该没问题吧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 我们说 current density 是什么意思 这是 这是S 那我们说我们的current density 其实我的Jr' 比V'的意思 就是 我的J dv'是什么 就是S的dl' 我旁 s是这个 然后 我的dl' 这就是我的dv'了 我现在我先不考量我的方向 我知道J.ds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我的电流I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把在这里面 这个电这个是什么 J.ds是电流I 电流I是scaler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向量有代表方向 所以如果我把它写成电流I的时候 方向就不见了 那怎么办呢 在电池学里面的尤其是磁的部分 我会把我的电流的方向 放到dl上面来 也就是说 我的dl的方向把它定出来了 就是电流J的方向 所以在这里面我就直接把它写成I 然后dl上 ok 把它的向量啊 给了他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了 上面这个关系是 我就变成是什么 我现在要计算的就变成4π μ0 ok 然后 这个t 把他放进来 I 是scaler 放到外面来 然后 oh 现在你要吸算的是这个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嗯 好 那如果到这里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 你这个刻啊 是对什么 是对 没有prong的在刻 对prong的是 这个是对 rong rong x rong rong y有关系 不是对rong rong prong 哦 是对 xyz在作用的 而不是对prong x prong y prong在作用的 所以 实际上 我说我把这一项抽出来 r击r plong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我要算的是 R减R'分之一克DL'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你这个对R鬼点以后 是等于负的R减R'的三次方分之 R减R' 然后closeD'R' 这个为什么等于它 是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你就是把它X-S'平方加Y-Y'加Z-Z'分之一 你去把它作用 那出来就会得到 因为这一项 这一项就是R减R'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等于 R减R'的三次方分之R减R'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把这个带进来 我说它就等于4πμ0i 这一项 这一项 R减R'的三次方 然后这个负号 把它负R' cosR减R' 这就是我们的职场B 那这个B呢 也许有同学会说 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像四乘三次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B'O'S'A'L'O' 这就是我们平常在计算磁场 最genal的一个关系式 就是我们的B'O'S'A'L'O' 所以从这里面你就看到了 就是说 你从 电位你可以去求电场 那 你可以从Metal Potential 你也可以去求磁场 那实际上这个磁场 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讲的B'O'S'A'L'O' 这样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A'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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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在这个条件 这个Gage底下的时候 我Divergent A就不等于0了 OK 我可以 我可以在这个Gage底下 我也可以在这个Gage底下 在这个Gage底下就是我所谓的 我们平常我们在物理上 在这样的Gage底下就叫做 我是Cooling Gage 这Gage底下就叫Lowens Gage 这好像就是说 你的温度 你可以用摄氏分度来表示 我也可以用华氏分度 只能限制在那个条件下才能够OK 蛤 我的Bio Sava 只能在那个条件下才能够OK 对 在Cooling Gage底下 你就是Bio Sava Low 对 基本上面就是 这个就像什么 你的Potential Potential不是 唯一的值 因为你的Potential可以 是一个相对值 你的电位啊 电位是V1-V2 是一个相对值 OK 那你在这个Gage底下 在这个Gage底下的时候 你就是 会得到 比如Sava Low 实际上 就是你在这个Gage底下的结果 反过来说 同学说 我不要在这个Gage底下做事情的话 可以 没问题 就回归到我们最General的Form 你要去解 你要去解 你是要去解这个 那它就会变复杂非常多了 在数学上是这样 好 好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所以 当你会Bio Sava Low的时候 反过来 你可以把你的 次序颠倒 就是说 我先用Bio Sava Low 去算出我的V 然后我再把 我的V算出来以后 那我也可以再把 再去算我的Scale Potential 那我的Scale Potential 其實 Meta Potential 其实我这时候的Meta Potential 是直接可以跟这边的 这是 这里面实际上就是I DL 就是其实跟J是相关的 但是 一般喔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在算电厂的时候 他很讨厌 因为他是 想量 我喜欢 先算他 因为他是存量 然后算完以后呢 我再把他 做 Food Gradient 把得到 变厂一 对不对 这是我喜欢的 因为他是存量 但是在算 10厂的时候呢 我可没有这种优势 因为我对应过来的 还是一个什么 向量 所以我们平常啊 我们不会呆呆的说 我先去算A 然后算完以后呢 再算 克尔A 是等于B 平常我们不会这样算 就直接 把 这个 比如沙瓦肉拿过来 就直接算 池场地 这是比较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没有给我们 什么好处 OK 你纯粹我想要知道 场的概念的时候 但是反过来 对应电里面有一个电位的时候 在池里面有一个 这个向量位能的时候 你在讨论 位能 能量的观点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对应的是能量 这个也是对应的是能量的观点 那你就 你就要把这个东西放进来了 他 不是直接对应能量 他是直接对应跟能量相关的物理量 所以 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要讨论能量的时候 你要讨论这个 波动翻层能量的传递的时候 那这两个东西就会 对应的东西就要引进来 OK 所以这是 我们在讨论电场的时候 跟讨论磁场的时候 你会看到 对应的东西 有一些些的不同 他是对应一个 向量的位能 而不是纯量的位能 好 这是磁场的部分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比欧沙瓦肉是回到 最单纯的 也一开始 你要去细算磁场的部分 那比欧沙瓦肉的例子 我们在下一堂课 再举个例子来看看好了 OK 好